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根据媒体报道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已接到关于庞泰村院的 因缘成绩注水的投诉 将审查投诉内容后 决定是否进行调查 在海埔空告明尼金 明尼金的记者会之后 许多论坛爆发了海埔的因缘注水 涉嫌邪教等争议 特别是在2017年的一起 共同恐吓案件的判决书中提到 以因缘注水为由缩取金钱 这让人们重新燃起了 对过去BHIT是否实际进行 因缘注水的疑虑 对此BHIT声明 这是有组织性的非吧 已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随着网友们 对具体解释的持续要求 BHIT于2号再次发表声明强调 近期市场中有关BTS 民运受损的各种市场操作行销 概念盗用 与Tanord的关联猜测 涉嫌邪教等说法 均为不实信息 已经收集了多个涉及 散布虚假事实和民运毁损的贴文 并在今天向调查机关提交了 第一批控告书 后续将通过持续监控和证据收集 准备追加告诉 尽管海埔官方这样声明 部分BTS粉丝们已经开始进行了 卡车示威 爱道花圈示威 以及在新闻报纸上发出声明 海埔的彭希尔议长和彭吉万代表 停止利用彭坦酸男 作为护盾进行的公关操作 以应对公司内外的负面问题 海埔旗下的BHIT MUSIC 应对针对BTS的无分别攻击和诽谤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迅速介入整顿 并强烈要求明确通报及时的法律行动和进展状况 我们支持的是BTS 而不是HYBO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都已经有判决数了 还找文化体育部做什么 这不是HYBO自抖自言 在粉丝们的立场来看的话 因为判决数中写的是 使用擦边球市场行销 而非非法市场行销 所以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为因缘注水 因此将其定为因缘注水流言的人 只是自己的希望而已吧 粉丝们忍了很久 不管是因缘注水还是什么 真希望看到虚悦失败 并看到HYBO旁析有倒闭的样子 既不是旁摊粉丝 也不是宁静斯粉丝的路人祈祷 两组都能与HYBO安全离别 对于旁摊算乱的注水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休息是 演员以色汉 因为上传了疑似偷拍的影片后删除 而引发了争议 1月2号 以色汉在自己的IG限动 发布了在歌手Panitam工作室的影片 但是在影片中能看到 疑似是一名男性和女性在沙发上要进行一些事情的场景 以色汉在发布一小时后才删除了这个限动 这件事情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结果在13号 以色汉在IG上传了道歉文 对于昨天上传的影片 那只是男性朋友之间的玩笑 对于影片拍摄地点是野丹的工作室这一点 我向野丹及粉丝们表示歉意 希望大家能避免对这段影片进行无端的猜测和误解 但是因为把头拍当成是男性朋友之间的玩笑 所以就导致了更大的争议 以色汉再次上传了道歉文 由于恐惧和愧疚感 我最初的解释省略了许多细节 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因此我鼓起勇气再次发文 我们一直与野丹保持着密切的友谊 经常一起在他的工作室听音乐看电影并喝酒 昨天夜里我们五人聚在一起喝酒直到午夜 喝醉后的一位朋友和野丹先回家了 我和其他朋友在继续饮酒时 上传了一个模仿当前流行的 情景设定的影片到私人账户 却不慎发布到了公开账户 这并非偷拍的内容 作为一个梦想成为演员的人 我对于因我不承受的行为 引发的争议感到非常抱歉 旁野丹也在一起发文 对于造成大家的担忧感到非常抱歉 所谓的情景设定是什么 你都在哪里看了什么 他可能是第二个强军人 应该要调查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常做的玩笑 经常拍摄 原本要上传到非公开账户 每次这样 但这次不小心上传到了公开账户 不是偷拍的东西 不管是男女还是男男 都是经过同意的 是这样吗 越看越觉得离谱 就算相信她的话 把这种影片当做玩笑 来拍摄和上传 就已经很不正成了吧 去警察局吧 对于以色列上传的影片 以及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一位超人气网红 发布了他即将离开加拿大 准备回台湾的影片 对此整个华语圈 什么反应都没有 不过这位网红表示 等他回去之后 将会制作更多更有趣更特别的影片系列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直播中 因为眉毛引起大乱的 Aespa Winter 啊 太可爱了吧 啊 太可爱了吧 看着看着我的笑容就停不下来 哇 真的好可爱 和粉丝互动时 他会用更可爱的语气说话 希望其他爱豆粉丝们 也能可爱的看待他 啊 真的是我的快乐荷尔蒙 可爱的语气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开语气说话 Cgon 观众 机械